你觉得与其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孩 她是我的救命恩 也没有那么夸张了 有一次我们在海外演出的时候 因为我是找着当地的发型老师 然后那个发型老师也不会说英语 也不会说中文 就给我做了一个特别夸张的造型 就是按照他们当地的审美 给我画了一个肤色和发型 然后我们想尽办法沟通 就沟通不下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 我旁边休息室 就是与其他们团 这个时候我就在朋友圈发出 谁认识宋与其 我需要救急 然后就有可能共同好友就来说 我认识她怎么了 我就说我需要介意你装发老师 其实我当时心里面特别悬 我觉得一般人看的估计是不会理的 结果真的她就加上了 加上之后她还主动先自己跑到我的休息室来 看了一下情况 然后又带着她的装发老师来 因为她的装发老师也是海外的 她还帮我翻译帮我沟通 而且那个之前我们都见过一次 但是从来没有说过话 就是在节目里同时录过一期节目 而且在节目里都没有怎么说过话 就几乎一个陌生人的状态 她能够这么帮助你 你会觉得她真的是个特别热心的人 她是个特别人的状态 她是个特别人的状态